世界著名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4月19日推出了限量版的独角兽星兵乐 一共只卖5天 而截止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贩售 让其他国家的星巴克爱好者羡慕不已 星巴克在推出独角兽星兵乐之前 还一直在Instagram上故弄玄虚 表示中世纪的传奇 神出鬼没的独角兽终于回来了 直到推出时让大家都疯狂了 这杯独角兽星兵乐的成分有芒果糖浆、香草奶油、粉红糖粉等等 喝起来的味道有点果香味 还有一些酸酸甜甜的感觉 除了口感 视角效果也是100分 看了真的好想买一杯来喝 可是在这杯美丽的饮料背后 有一些可怕的真相 这是饮料的成分表 我们可以看到一杯大杯装16盎司的星兵乐就有410大卡 想要减肥的人千万要注意 除此之外 一杯饮料的含糖量竟然达到59克 约15茶匙 独角兽星兵乐的核心成分是各种果糖和糖浆 为了呈现出这种漂亮的颜色和需要的口感 使用的糖粉非常多 途中捐起来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糖 我们来看看其他食物饮料的含糖量吧 一杯340毫升的可口可乐含糖39克 一条Hershys牛奶巧克力棒含糖24克 一块twenty夹心饼干含糖16.5克 一份麦片含糖10克 总的来说 这杯星巴克太甜了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 人工添加的糖粉每日应该摄取的分量介于24到36克 等于喝一杯独角兽星兵乐就超标了 不过这毕竟是限量版 如果台湾上市的话 应该还是会冲一发吧 不得不说这一杯独角兽星兵乐实在非常吸引人啊 尤其女生应该会非常喜欢这种梦幻的颜色 希望台湾星巴克有一天会开卖 让我们可以尝尝这杯梦幻的独角兽星兵乐是什么思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